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 筹备多年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馆在即 这座博物馆对香港而言有何文化意义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这是故宫成立以来第一次 苏联这么多一个故宫文物 外借给一些机构 一般他们这些文物区区都是一把多件 这些是九把多件 还有的九把多件 都是有其中有166件是一极文物 有很多都是故宫在过去 重点推借给观众的 有些文物在故宫来说 只有一件两件 他们都愿意借给我们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九个展厅都有非常非常多内容 不同的表达 有些是传统的 有些是现代对话的 有些是中国文明跟西方文明的对话 所以是非常非常立体的 把这个我们故宫文化 中国文化表达出来 过去我们看一些文物 都是用一个艺术历史的角度去看 这是我们的改变 用一个现在设计的一个概念去做 所以说出来这个展历这个效果 是跟过去我们故宫一些展览不太一样 当然它这个空间感觉是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 是体现在香港这个城市里头 我们这个现代跨城市里头 然后有一个历史感觉 有一点故宫严肃在里头 可是整体是现代的 有些比如说带门 我们用一个红线的门 很多一些记者朋友 媒体 还有我们一些专家过来看了以后 他们可能最喜欢的 其中一个带门是很有兴趣 感觉很好 旅途这个有三个中庭 这个它这个天花 我觉得灯光配合起来非常非常有味 我觉得明星上 从这个一个项目是很好 就是把我们跟内地民众 这个胜利在一起 香港共同的成立 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平台 在香港传播关于中国文化 五千年文明 尤其提供给我们年轻一代 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增强他们对我们国家 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 历史自觉 所以香港故宫 我们对这个文化交流 是我们一个重点 餐馆的理念中间有一条 除了我们是 弘扬这个中国 右手传统文化以外 促进世界文明这个对话 是我们一个重点 我们是希望有几点 就是第一把中国文化 包括国共文化到世界传播 把中国文化连接世界观众 这是我们一个重点 所以这样呢 我们希望有一些展览 是在新闻国共做完以后了 我们希望把它安排到其他博物馆展出 我们的优势就是 我们团队以前谈过非常国际化 我们那个同事 很多都是指示人在美国 在英国 在欧洲工作了 有些是台湾也有 其他地方都有 所以有一些网络是可以利用的